安安 大家好 這一集呢 想跟大家聊一聊 拍馬屁 天啊 有的觀眾會說 怎麼會聊這種話題 怎麼有點被說拍馬屁 可是事實上啊 我們平心而論 就是說 有一句話蠻殘忍的 但是說 不管什麼貓啊 會說老鼠就是好貓 這些話一開始聽起來會有點刺耳 包括很多人就刺耳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 或是說月曆的增加 有時候真的覺得好像是事實 就是說 社會是很殘酷的 對不對 就是說隨著年齡的增長 社會很殘酷 但是隨著年齡又更長 又希望怎樣 藉由自己綿箔之地 讓這個殘酷的世界 在某些成分不那麼殘酷 或許這是蠻多人 有自知識在做的一些努力 世界越來越混沌 OK啊 任何人都看得出來 但是如何讓 盡綿箔之力 在這個混沌的世界裡 或許有一絲光亮或一絲的正義 得於永續長存 我覺得或許這個也是 有一些人他的一種內心的一種想法 當然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看法 OK 好 我們不宜自貧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拍馬屁 拍馬屁 哇天啊 這拍馬屁 那就是想必我們的好鄰居 職場用那來講 對 拍馬屁在職場重不重要 說實在話的 以前都覺得很不屑 我不知道很多人都覺得 後來發現太重要了 對不對 再來這個職場來講 拍馬屁不是一種下賤的氛圍 不是 它是一種手段 一種手段 但是 這有時候就有點 如果你拍馬屁 拍到人格喪失 那當然可能就不是很好 但是你的拍馬屁 如果只是一個手段 只是一個過程 只是一個當下應有的一個情境 那是一個還好的一個情況 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來講 今天如果一個人跟你 啊來來來 跟你 應戰你的時間 然後不讓你走 不讓你走 那你自己趕火車趕高鐵 已經來不及了 啊怎麼辦 跟你同行的還有另外一個人 對不對 兩個人真的是已經被心急如焚 互相面面相去 但是就是 對方這個就一直拉著你們 一直不讓你們走 也明明看到你們一直在講 看手表 就是故意不讓你們走 就不知道什麼樣子 Anyway 想要多留你們這樣子 那如果當時這時候 兩個其中一個人都說 欸 對齁 我們等一下 不是還有那個下一個點嗎 時間到了 我們可能就要準備一下囉 在這個情境來講 我相信你的另外一個partner 沒有另外一個人 這時候 他就算不知道接什麼 他一定是 啊啊啊啊啊 你再接回來說 對好 走出發 OK 那我們下次再聊囉 不好意思我們兩個先離開囉 拜拜 當下就是另外一個partner 他就算不知道講什麼 但他至少不會很 當下一輪論上 他也知道你在唬爛 但他這時候應該不會突破 沒有啊我們又沒有事情 沒有啊你怎麼可以說謊 他知道你那時候是善意的意思 我們說 那這跟拍馬屁有什麼關係 不 我們要表達就是說 有時候拍馬屁是在於那個點 你需要拍 那你拍或許比較好 像這時候 剛剛我們舉例子 如果那時候你不善意的 說這個謊的話 你們兩個就沒走了 哇高鐵時間過了 又是最後一班 恭喜你們兩個剛好在火車站 兩個男男 你看是要怎樣 是夜宿街頭還是怎樣 兩個人去小房間過禁一晚 對不對 anyway 那如果是善意的謊言 當下也是ok 或者說拍馬屁就是這樣 拍馬屁如果 你時常時機就想拍那哪屁 然後就想要微非作膽 那當然多行不亦必自弊 我相信這個 嗯 有人可能會覺得 但有的人可能不覺得 但是大部分會 會這麼覺得 然後會有一個約束力 那拍馬屁就是說 當這個時候人家在拍的時候 你要不要拍 拍啊 人家在拍的時候 要不要拍 拍啊 舉個例子 經一個老闆階級來了 老闆說 哎呀 有咖啡嗎 這時候有沒有 有人衝出去 咖啡來 吸管什麼都準備好了 攪拌糖 對不對 奶精都好了 請享用 別人說哎呀拍馬屁 不 我覺得當下來講 你這麼做是合情合理的 但如果說今天是一個不相干的人 有沒有 哎呀來來來來 你也一樣 那這樣子有點狡情 因為當下那個氛圍 如果是OK的 那是OK的 就OK 舉個例子來講 很多人都說 哎為什麼兩個 這一對氣力為什麼在一起 很大部分喔 蠻多的因素都會講一個點 因為自然而然 對 自然而然就是說 當然那個氛圍來講 就該做什麼事情 當那個 那個牽手的氛圍就牽手 有那個輕嘴的氛圍就輕嘴 有那個 擁抱就擁抱 那個什麼 該怎樣進一步就進一步 就是說 那個氛圍如果到了就往下一個點 那個點 那個氛圍那個點 那個氛圍那個點 那個氛圍會只是一個形容 但是或許該做 舉個例子 哎這個人暴政無虐有沒有 對不對 暴政然後相當的 對不對 喔 慶祝難輸的時候有沒有 哎 該他垮台的時候 自然而然 你補一槍 那就是一種正義的化身 對不對 揭竿起義 但那一個人如果是很正行正派 然後也是怎樣 硬給他補一槍 那這種怎樣 你這種就是小人 小人 背後死炸 對 就是那個時間的那個timing很重要 所以就是說 我們講的拍馬屁 如果說今天是一種 比較低維度的拍馬屁 那當然今天不是這個節目 要表達的意思 但如果那個高維度的馬屁 是適當 臨門一腳 對不對 對於你來講是一種 借花獻佛 對你來講是加分的 是合情合理的 為什麼不拍 那你說不拍也可以嗎 可以 但那個時間點拍 理論上 你會讓更上面的人 會覺得說 你這個人是大體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說 哎呀我盡量不要去跟馬屁這種人去沾上 但有的人會怎樣 我願意為了你去怎樣 去讓我惹一些馬屁的風靡 這代表什麼 我不見得效忠你 但我對你怎樣 我願意怎樣 懶一點烏在自己的身上 對你 就說我拍怎樣 你願意怎樣 好比說 我們當然都知道 在社會來講 盡量做中間派 兩邊不沾 幾邊不沾是最好的 但是有些公司文化 兩邊不沾死得更快 因為沒有人靠 對啊 anyway 不一定要看公司的文化 也就是 站中間活得越久 有時候站中間死得更快 那你這時候就要全邊沾 這時候就要做出適當的選擇 那馬屁文化也是 對不對 別人如果說你的馬屁是違反你的人格 人品 那不要做 但你的馬屁是在那個氛圍點 就是說 全天下 對不對 你當那個單位來講 就是馬屁文化有沒有 一件事惡劣到極致的 那你何嘗不拍呢 因為你不拍 反而這樣襯托你的異類 對你來講是不好 所以就是說 假設那個事情 對你來講 當下的氛圍是ok的 那就做 可是你說 那要那個 我不違反行為 那違反我的道德 那這時候就要取決你個人 對 但我們要表達的是說 老實說 人在江湖 說實在話的 誰沒有被人說 誰沒有說人 對不對 在這個社會上來講 對不對 再高尚的人 都有窩錯過的 一段小往事 只是說這往事多跟少 有沒有被戒之而已 所以有時候 我們說馬屁來講 就是說 要適度 而且馬屁有一個風 有一個現象 第一個拔得頭籌的 有沒有 都格外會比較受到影響 就是說 好比說 來來來 唉唷有沒有咖啡 每個人都面面相去 突然一個人衝 有咖啡我拿給你 對不對 用飛奔過去 但你只要一拿之後 後面就十幾個人 就會看到 有咖啡拿給你 但這時候 你已經吸引了大部分的目光了 當然我們不能說 一定怎麼樣 但是我們就適度 而且馬屁有時候要看對人 有些人如果不值得拍馬屁 對他來講 拍馬屁來講不僅是好事 所以有時候 這事實上拍馬屁 有時候也是用藝術 我們不能說絕對對 因為這種東西太主觀 太吃當時的氛圍跟人事低伍 所以我們今天來講 不太建議講太行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有一點 看 只是我們要表達就是說 當你真的 啊 要拍馬屁 老實講 我真的那麼罪惡嗎 我真的那麼邪惡嗎 不 沒有 有時候只是一個手段 有時候只是一個過程 有時候只是一個過程 有時候那只是一個過程 有時候常常講的 對不對 對啊 我們要做正義的事的結果 有時候過程可能會有點誤會 有點邪惡 但是有時候那是必要的 當你講這句話的時候 事實上有時候是細思極空 細思極空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操盤 操了這一個局來講 可能是只有五個人 那這可能只有五個人的命運 但你操到這一個局是無意的人 你講這句話 你做出一些必要的犧牲和調整 這個可能就是一個不少人 事實上 懂的朋友 應該就理解在講什麼 對啊 OK 好 那今天這個馬屁文化呢 我們也沒有講太多 大概就可能就稍微點到這樣子 好 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掰